唐湘玉 为独立女性的双十一发生 好 大家好 我是唐湘玉 节目组让我来聊一聊 双十一 咱们女人的需求 那我得说 我可太喜欢双十一了 因为任何事情 一年只有一次 那就一定非常有含金量 不像我三姨的催婚 一年可以有几十次 这种我只能说 我大人有大量 刚好天猫双十一要来了 我三姨又开始催我 让我趁着大醋 置办一些相亲行动 人靠衣装嘛 什么大醋 至少把我大醋了 我看了她给我发来的购物清单 什么能把人相晕的氛围感香水 吊戏露肩长裙 尖头高跟鞋战靴 唇玉斩男色口红 这听着不像相亲装备 这像是装备好了 去大一灭亲 那我就不客气了 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 我化妆有两个重点 小绿眼影和全骨高光 尤其是高光 老话说全骨高客夫 相亲这种高光时刻 一定要多吐 有没有缘 先过我全骨这一关 人家是过情观 我是过全观 在这里呢 也希望有高光做得好的美妆品牌 来找我代言 你们的产品调性跟我完美匹配 不够亮的不要来啊 不要影响了我在客服界的地位 计划我都想好了 图最亮的高光 刻最强的老公 没有被唐湘玉同款高光刻过 不足以谈人生 而且吧 我三姨每次给我介绍相亲 都特别的操心 说我不好好化妆 没有给人留下一个好印象 我说这又不是工作 我懒得化 三姨还是坚持 是吧 你多少打扮一下 表示礼貌 毕竟来的都是客 我心想 这可是你说的啊 来的都是客 三姨对我这次态度呢 非常的满意 我说咱都实在亲戚 我还能坑你 于是呢 我盛装打扮一番 我去了 一看对面的男嘉宾也不错 西装革履文质彬彬 但怎么还配个运动鞋 仔细一看明白了 穿的是耐克 见完我就知道 我们不会再见第二次了 因为他不想当回头客 因为双十一呢 我最近爱上了刷直播带货 知道了一个他们直播间上品的规律 就是在那些大牌美妆套装后边 跟的是一些T恤刀啊 电动牙刷啊 蓝牙音响什么的 说是有的女性在买完东西之后 会产生一些愧疚心理 会想着给自己的男朋友 老公再买点什么东西 所以那些商家 会在女性消费品后边 跟点9块9包邮的男性消费品 还好我没有男朋友 不用多花9块9 我可真是一个 会过日子的好女人 哪怕一块钱的凑单 我也要给我自己买 还给男人挑东西 男人我都懒得挑 我买东西就一个逻辑 广撒网多捞鱼 多买多尝试 觉得好用的我就一直买 几年都不换 我看着花心其实很专一 但如果发现了更好用的 我也会果断抛弃值钱的 别怪我 我只是犯了全天下消费者 都会犯的错 我还喜欢囤货 囤货让我有安全感 我不需要谁照顾 我只需要家里有足够的零食 抽纸沐浴露 爱情啥时候来都行 半夜饿了没得吃可不行 但我相信还是有人问啊 你到底想找一个什么样的 我思考了很久 其实我要求也不搞 会做饭 会打扫 会聊天 会顾家 会省钱 后来这些理想型 我都在天猫双十一买到了 我思路打开了 一个不够我就多找几个 都围着我转 不合适的还能退 咱们好聚好散 不内耗 最后我要祝所有的单身女生 都能在天猫上找到 疼你的 顾家的 高情商的 高智商的 省钱的听话的 可以七天无理由退的好货 好 谢谢大家 我是高光选的好 解的魅力少不了的唐湘玉 谢谢大家 谢谢 大家好 我是志胜 真的很荣幸来到咱们天猫双十一开放卖 太开心了 又是双十一了 而且听说今年双十一还提前了 这才十月份开始了 我说这哪是双十一啊 以后直接就叫对十吧 我记得最开始啊 双十一 都是双十一早晨 定个闹钟去抢东西 现在要是等到双十一早晨去买东西 那可真是 起了个大早 赶了个晚级 晚级都不准确 应该叫一片狼级 我去年就是十一号 起了个大早 啥也没抢到 人家都收货了 我还疑惑呢 还问朋友 我说你没怎么抢到的 是十号抢的吗 他们说我们是十月抢的呀 大家都知道啊 我这两年养活公司 确实挺不容易的 今天节目播出 效果也不错 同事们也都好起来了 作为我们公司的声音牛马鸥呀 想着赶紧给我们老板说一声 趁着双十一赶紧多吞点水 公司的流水别总往你们嘴里流了 也往公司同事嘴里流一流吧 你们人可以往高处走 但流水得往低处流呀 送礼物真的很难 有时候去朋友的探班 经常还要请剧主里吃零食饮料啥的 特别是在双十一大厨的时候 要大请特请 当然我也不光送这些 我还会送一个牌子 上面写着感谢徐志胜 请全剧主吃零食 但有时候真的尴尬的就是牌子先到了 零食还没到 大家看着牌子都惊讶 说志胜这是送啥了呀 别人送的零食最多零糖零子 志胜这零食真的就送了个零呀 而且现在大家都说我送礼物 就主打一个死零死不零的 当然送零食效果还是很零的 毕竟收买大家的人心的第一步 就是要收买人的胃 要不你们以为我这些通告都是怎么来的 我都说的这么明白了 还有人过来问我说 那我应该送什么人家才喜欢吃呢 我说你就送你喜欢吃的就行 这个就叫换味思考的送礼 还没到双十一啊 就在国庆节给老板也得送点礼 我寻思老板还喝酒 我就精心给他挑选了两瓶啤酒 老板还没喝就上头了 说志胜你这送的也太寒碳了 我赶紧给他解释 老板我送多贵的礼物取决于你给我的薪水 你发的不是薪水 那是你办公桌上的酒水 这个就叫将心比心的送礼 送礼啊还讲究一个时机 这不是天猫双十一了吗 这个时机就刚刚好 一年只有一次天猫双十一 可以当过年来过 真的双十一越来越像过年了 买衣服买好吃的 天猫还给你发红包 这哪是双十一啊 这不就是大年初一吗 徐志胜在这里给大家拜个早年 祝大家猫年快乐 谢谢大家 我是孙十一 送你送到新凯里的徐志胜 大家好 我是小浩 如果大家最近会去上海看线下 开放麦的话 你会知道这帮脱口秀演员 精神已经在发疯的边缘了 我不一样 我已经有点疯了 原因很简单 大家听听我这一季比赛的强度 第一轮 大小圈车轮战 第二轮和忽兰哥PK 第三轮和前面好几场的 一百九十几票的毛豆PK 我现在觉得他们录的是脱口秀和他的朋友们 我录的是披荆斩棘的哥哥 大劲了 大劲了 我崩了 我要是上次上海回来的高铁上有人告诉我比赛这个强度 那个行李架有个背带下来 我自己就把头穿过去了 我这期心态其实挺好的 我还专门学了化妆 今天装自己化的 我自己化的 第一期播完有观众很好说 浩哥你美妆博主这个赛道 人设一定要立住了 搞得我现在下楼丢垃圾都不敢素颜 但是学了美妆以后 我也发现了身边姐妹们更多美好的品质 前几天开发卖路上看到一个女孩子不小心 扮了一脚 她旁边女生赶紧把她扶起来拍拍灰 说亲爱的你没有磕到吧 我磕到了 我就在想要是我不小心在路上半了一脚 我旁边所有男生只会说 哟 给你爹拜年呢 是不是所有女生就是帮闺蜜解决困难 男生就是帮兄弟的困难再上点强度啊 你想两个女孩子一起逛街买衣服 但凡其中一个试穿一件有点嫌贵的 她马上就会向她闺蜜使个眼色装傻 这是不是我的衣服呀 她闺蜜就一顿吐槽 你家有好几件差不多的了 两个人给电影演了一段慢财 我好羡慕这对慢财姐妹呀 但是我现在更羡慕慢财兄弟呀 我也想坐过去呀 疯了疯了疯了已经疯了已经疯了 我也有兄弟我也有兄弟 我的好兄弟陪我买衣服 我是穿着衣服我冲着他眨眼睛 我眨着上下眼皮都快粘到一起了 他就说我喊句 你买呀 连店员都在旁边 对呀先生你买呀 我感觉我对面站了两个店员 我还想学点女生的话术 点我哥们一下 我家是不是有一件 他你家绝对没有 小浩 你是不是嫌贵 我赶紧我赶紧就使眼色 他补着到一次肯定后 他就自愿很慢的冲着店员 便宜点 我赶紧把这件衣服买下来了 然后用同样的方式劝他也买了一件 这就是男生 男生买个衣服已经这么翻车了 男生给女朋友送生日礼物 买生日礼物 更加惨不忍睹 前年我女朋友快过生日了 我很愁 我不知道应该送什么 我这个好哥们主动过来提建议 说浩哥 没有人能顶得住一根钓鱼竿 我说我要给我女朋友送钓鱼竿 他收到马上就扔了 他说那你要告诉我扔哪儿了 这就是男孩子 我后来想说 我悄悄去了解我女朋友的心愿 我再悄悄地帮她完成嘛 我吃饭我就漫不经心问她 我亲爱的 你今年有什么心愿吗 她说我今年想买房 我心里想 哎呀 愿望说出来就不灵了 其实我也想买 我也想买单上海房价 大家也知道我算过 我想在上海买房的话 哪怕遇到来迁最快的 我老家房子拆迁 我老家房子要拆迁二十遍 其中一遍拆迁 我还得在房子里面 才够首付 关键除开首付 为了还安金 你至少要三十年稳定的收入 我们这个行业稳定三十年 我都不敢想 笑死个人啊 但我第二天还是壮着胆子去看了 我心里想万一呢 万一呢 万一售楼部搞疯狂星期四呢 万一呢 我直接就问中介 什么房子最便宜 中介说哥 凶宅 给大家科普一下 他有什么凶宅啊 法拍房啊 顶楼啊 朝北的啊 都会便宜些 我说那有那种户型小一点的 顶楼朝北的法拍凶宅吗 别buff嘛 你想我要是在二手平台上面 刷到一条 某某大鹅羽绒服的关键词是 二手 七成星 奥特莱斯 反季节 开线 高仿 里边还死过鹅 我绝对买啊 对吧 但坦白讲那天看完 其实有点焦虑 我一个做金融的朋友 还给我分析 说浩哥 其实你每个月花在买房上面的支出 占到你月收入的百分之三十 到四十 就是健康的 可以买 我说如果占到百分之一千三呢 我根本都笑了 百分之一千三 你在哪儿学的杠杆 然后他向我 他说哥你知不知道 你别老想着和你女朋友买房 在上海买房 你得交买五年的本地社保 你才有资格 你有那资格 我听完真的像范静重举一样激动 我没有资格 我没有资格 我不是不想买哦 我是没有资格 我那天开心的跑回家 但是一脸难受的打开门 冲着我女朋友 我说亲爱的我去问过了 我们没有在上海买房的资格 他说我没有说想在上海买啊 然后他说了一个北京 我算了一下 我老家房子要拆迁三十遍 我一家三口都得在房子里面 我问你们家不是在北京有房子吗 为什么还要买啊 他妈妈在北京买的房子 他说亲爱的 我知道你是个很有骨气的男孩子 你绝对不会同意以后跟我妈住在一起的 怎么说呢 你们有被人冤枉过吗 我为了让他懂我 我恨不得把家里的门拆下来 倒插在地上 表明我的心意啊 那段时间真的有点魔症了 我路过停车场看到保安在那 倒倒倒 我的默念插门插门插门 当然这些都是自嘲嘛 还是要靠自己努力挣钱 我就拼命接演出 有时候真还挺累的 不光卖不动腿 有时候都卖不动票 当时就觉得要是能卖动就好了 我就喝口卖动 找回状态 卖动回来 感谢他帮我卖动腿 要是还能卖动动票 就更好了 前段时间也接了很多演出 一场演出讲了这套段子 下场之后 我的好哥们主持人胡逗逗 上场冲着全场观众说 贾浩可能还不了解最新的购房政策 他现在有资格了 这就是兄弟替你上强度 所以最后我想拜托一下 全网所有中介老师 帮我留一套顶楼朝北的法牌兄仔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人家下来的场子吧 我叫毛豆 谢谢大家 我叫毛豆 我叫毛豆 也不一定好 刚才吓死我了 我没得打我呢 我叫毛豆 我叫毛豆 是因为我真的姓毛 但是现在很多人 就非觉得我姓鲁 我只要一上场演出 大肠来了 大肠来了 加了个笔 买大肠那个 索玛里鲁大肠 总共就六个字 人家都记错四个 我们器官兄人 什么公司的爪牙 心腹 我都是坏人 我是公司的大厂 你就感觉我不仅坏 而且办的事 比他俩脏多了 真的 去年又给我个脏活 然后我搞直播带货 跟我说小猫你放心 站在风口 让猪都能飞下来 我说带货就带货 你骂我干什么 他跟我说在上届比赛 前三名中看了一下 觉得我最适合 高兴了两秒就反应过来了 我说前三名 忽兰是哥大硕士 鸟鸟是北大硕士 加上我 我们平均学历是高三 我最适合 我最好骗嘛真的 我之前看过带货 我在那流行那种 一边赶海一边带货 我的主打的是新线 在大连海边赶海 赶出欧洲龙虾了 龙虾前头上绑着绳子 我说龙虾是从欧洲来大连 父亲请罪来的 还有烟熏三文鱼 我怎么还能感受鱼制菜呢 成天在那 今天给老铁们 把价格打下来了 天天打 给老铁都打成老钢了 咱们那就是拨眼球 我之前刷入过一个 在养老院搞直播的 三伏天 给老头老太太推到院里 看她熬绿豆汤 熬了三个小时 老头晒的都坚持不住了 在那一边说 来来来咱先撇出浮沫 我说后边大爷都吐沫了 先撇撇大爷吧 我说我不去 老板说行 但这样我们一场 大约预计一千万左右 咱俩五五开 一人五百万 我说不是钱的事 咱得先交税真的 我当时因为财富自由了呢 我打车回去 经过那陆家嘴 我都敢想 我说汤尘一品 这个绿化也一般 我说这也没有数啊 我确实是有点没有数了 我第一场贷 我卖了七百块钱 七百块 我直播间的家人们 都没有我家人多 我妈还买了四百的 出口转内销了 我打电话跟老板讲 老板还行 老板说七百挺好的了 哎呀第一场七百 啊七百块啊 那你快别播了 我老板还买了五百的 你就卖了二百块啊 我说老板你等会儿 咱俩家人肯定有个撒谎呢 我干出二百块钱赤字来 真的我们光买流量 就花了三千六 我那个直播团队 都十一个人 我说咱要不别直播了 咱说路上捡瓶子 也不至于赔钱 老板跟我说咱这个销售 我跟人别往外说 我给你交养老保险 我说风口上猪都能飞下来 就我站在这儿 每个月零一笔风口费 我查了一下 中国有一千五百万个职业主播 风口上全是猪 你就看我这个汉子 你就看我这个 哎呀卡着 你就看我这个汉子 我为什么这么这个 没有风啊 全让猪挡住了 这事 徐志胜在上一期节目讲 说全公司去年就他有活 就他在努力工作 接活 养着公司 我也在努力工作 我又不这么努力工作 他也不用接那么多活 我刚才直播还有粉丝的姐姐说 毛豆直播只不过是为了逗我们开心 他可不像那些无良主播 只为了赚钱 我就给他禁言了 我确实不适合搞直播 就连手机那个框 他都框不住我 真的 老在调整角度卡住那个边 他说 呀这还是个擦边主播呢 不擦边我就出框了 真的 美颜那个瘦脸功能 我也不能用 他只瘦下巴 我开到最大底 我下巴都出尖了 上半边脸还是这么大 老远一看像个瓢一样 我跟客服怎么调整一下 客服说你多少斤 我说三百亿只斤 他说先生你调整一下心态吧 直播间没人认识我 没人认识我 我讲笑话也没人听 目的都很单纯 说你叫爸爸 你叫上爸爸我就买 根本他就没买 什么直播 我说人家是交个朋友 我这交个爸爸 我讲透过去 我弹幕都说没啥 没意思 给我逼急了 我讲了一道 这个有意思 你刚才都不讲这个 我说这个是胡兰的段子 我卖的不好 卖的不好 就要给我找个人设 我的人设和透口秀一样 就是大肠 我成天在直播间 洗大肠做大肠吃大肠 直播公司方圆石里的猪见了 我都夹着屁股跑 公司养的太低 毛色特别亮 成天粘着我 他不吃大肠 就是我每次洗完大肠 都拿他撒手 我现在天天洗大肠的时候 就想起来小的时候 我妈老和我说 说你现在不好好读书啊 长大之后 你就得掏大分去 我妈没骗我真的 这玩意真的不好卖 人家现在看直播 一般就买点零食啥的 当零嘴 哪有拿大肠当零食的 我租旧嘛真的 大肠的利润又非常低 我在这个暴力的行业里 挑了个利润最低的品类 这就像让我去卖军火 人家卖导弹 手榴弹 我过去看我装手榴弹 这些纸壳箱子 我要全手走 老板还搞那种消费主义陷阱 给我直播标题 改成秋天的第一根大肠 我说干啥 当吸管喝奶茶吗这是 喝啥都是鸭屎香 还在我那标题底下 加很多那种网红词的tag 什么命运的大肠开始转动 想你的风吹到了这里 我说想你的风吹到大肠里了 那可真是想你想屁了 说是给大肠赋能 搞这个活动叫大肠狂欢日 我说谁能想出 这么腹泻的名字来 卖产品送我的签名证 放在一块你就感觉 大肠都清秀了很多 搞了半年又赔了十万多 智商又在接好几个活 拨一次 我们那拨一次八个小时 全在吃大肠 吃了我肚子里全是大肠 我都感慨 这是人生无常 大肠包大肠 吃还不让正常吃 一整根撕着吃 刚才吃有食欲 那个大肠太Q弹了 我这么一使劲啪了一下 你被大肠伤过嘴巴子吗 真的还有人给我录下来 给我录下来 发那个盗方视频 两千多赞 太吓人了 像变魔术一样 我从嘴里那么一点一点 一点一点一点 抽出一整根大肠来 家人们买它 就感觉这晚上最起码新鲜真的 带户还有敏感词 我说那个大肠有胶原蛋白 能美白 啪就给我停播了 导演说美白不让提 你要讲第二天皮肤亮了 亮了吗 吃完变水母了 带户一定啊醉啊 这样词也不让提 有时候我那个劲都起来了 就我们这个大肠 这个价格 这个质量 你放眼全国绝对是 挺好的 真的 我出汗还厉害 我出汗又多 我看着像心虚一样 我说我这种大肠真的挺好的 真的挺好的 钱字也不让提 但他们有替换词 多少钱他们就问多少米 我第一天卖大肠 有人问 毛豆你的大肠多少米 我说怎么可以问人家 这么隐私的问题呢 我那个直播间 有人问人能不能生吃 有没有刺身 全是正常的 有人说有人爱问 毛豆你这个大肠结实吗 我说哥你要锁 自行车的话 你就买个锁吧真的 他说行 那你叫上爸爸我就买 他说做直播我干了一年 现在都没有粉丝了 全是家人们 虽然没赚上钱 但我就拿攒素材了 我就到时候上这个节目 我就揭露这个行业的黑幕 撕开他们虚伪的面纱 一直到上周开会 说这些的嘉宾是罗永浩老师 我连夜改稿 我说直播带货 也是民营经济的新风口 新动能 谢谢大家我是毛豆 人们对我来说 愛秘 财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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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我想家 我是个炳南人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炳南特别姓神佛 炳南的庙特别多 有一个数据显示 在炳南庙的数量 超过便利店的数量 这是什么概念呢 就其他城市抽烟没火 你得到便利店买个火机 在炳南 只有便利庙 而且就最近在上海 就是一边拍话剧 一边在录节目压力很大 我就跟我妈讲了这件事 我妈说 你别给自己太大的压力 我去庙里给你求个淘汰 我说这么简单 是我自己就办得到 我们真的很信这个 我叫我高坎那年寒假 大家会到村口的孔子庙去拜拜 大家都要用炳南语试验 希望自己和小孩能考上一个好的大学 我在想 孔子怎么可能一早上 接待这么多人 听这么多愿望 还都是炳南语 他一个山东人 我就问了我妈这个问题 我妈说你别管 我讲的是普通话 敏南真的有很多习俗 包括清明节的时候呢 我们会同时丢两枚硬币 来问祖宗是不是吃饱了 一正一款呢 代表是吃饱了 肯定的意思 朋友们 四月份的敏南已经三十多度了 当你在山上丢硬币 一直丢不到一正一款的时候 你的心态就崩了呀 你每次丢硬币都像是对祖宗的一生质问 吃饱了吗 快说你吃饱了 还没吃饱是吧 别怪我不客气啊 现在是两个反面 方便了 老人家不能吃太饱 我给大家科普一下这个规则 很好玩 一正一款呢 代表是肯定 两个反面呢 代表是否定 两个正面呢 代表祖先 笑了 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规则 我都震惊了 我说怎么问我爷吃没吃饱 我爷一直在笑 我爷在世都没有这么爱笑过 不知道是听到什么地狱笑话 他是真的笑不活了 哎 总感觉这个笑是那种轻蔑的笑 我也心里在想 笑死了 一人就吃这一顿老师问我吃饱吗 也没什么硬菜 好歹来 好歹来个大厂 而且是一定要丢到一正一款吃饱 才能收手 我妈的眼都绿啊 我都想跟我爷说 爷 快点吃吧 别嬉皮笑脸啊 我觉得这种仪式啊 不管本质上答案如何 你都能自己合理化这个答案 我妈现在问的问题五花八文 上次问我爷说 孩子婚姻能幸福吗 我爷又笑了 他就没有再往下丢了 他说你的笑是给孩子最大肯定 真的 别人都是什么人是活的 规矩是死的 到这边人是死的 当规矩是活的呀 你只管沉默 我们自有答案 虽然讲了这么多呢 希望各位朋友不要觉得 冒犯或者害怕 因为在讲这些段子的时候呢 我都已经问过上述的 所有神仙和祖先了 他们都一正一环表示同意 甚至有些丢出来是两个证明 觉得还挺好笑的 而且在宾南有很多 关于神的节日 就一到这种节日啊 所有人就会拿着供品去拜拜 然后用硬币来问神仙各种问题 从早到晚问个不停 就没有一个人问神仙 到底累不累 感觉神仙本人也不太想过节 他们心里在想 怎么我过节还要我上班 人都有休息 何况我是神啊 鬼才喜欢上班 他们可能在想 这到底是我在过节 还是这些凡人和我有过节 前两个月啊 我还参加我们秉南那边的旅行社活动 就是去了当川西活学院 名字还特别美 叫做在川西高原找回自我 太贴合我了 我一下车就在那边穿穿穿穿 高原缺氧 我刚出生时就缺氧 没想到这么快就找回自我了 没想到这么快就找回自我了 我当那边穿穿 有个大姨过来说小伙子 你还好吗 我以为在关心我呢 结果拿出一个氧气瓶 十五块要不要要不要 我说大姨 我们是 她说你这不行吧 你讲话都这样啊 我说大姨 讲话确实因为缺氧 但不是这一次 你来得太晚了 而且大家都会到庙里去问各种问题 那些问题呢都特别功利性 什么能不能花财啊 能不能找到好工作啊 能不能晋级啊 所以最后一个是我问的 反正神说冷 你们就看心情吧 旅行团有个小孩啊 有一天拿着硬币问他爸爸说 爸爸我可不可以问神仙问题啊 他爸说可以啊 你想问什么 然后他说 我想问小家叔叔会不会好起来 讲完就往下丢了 我都不知道可以这样问 我自己都很期待哪个答案 硬币掉下去是两个反面 否定 那个小孩很尴尬说 嗯 小家叔叔好像好不了啊 他爸很神奇 他爸蹲下去 他居然把其中一个反面 翻成了正面 他说命运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 哇 好感动对不对 你们也信啊 要这样能好 我早三十年不就好了 我过去我说 爷爷 叔叔好不好不重要 然后我把另外一个反面 翻成了正面 两个正面 我说这个硬币在告诉我们 人生啊 除了是和否 两个答案 有时候笑也是一种答案 对 那个小孩就看着我 他说叔叔 你不要觉得尴尬 你就硬上架子 谢谢大家 小慧 硕中之光 赵晓慧 大家好 我是晓慧 给大家汇报一下 我前两年在广州买房了 我不知道他们的钱干嘛了 我是干了点正经事 这事也没敢告诉贾浩 怕他找我出对象 你们大凡了解一下 这两年的房价 你们刚才应该偶尔不出来的 已经跌了三分之一了 我现在就是后悔 刚买的时候没有出来炫耀 现在我在说这个事 你都拿不准 我是要来炫耀还是要来卖惨的 刚买房那年贼骄傲 过年特意回了一趟老家 我就等那个亲戚问我 在大城市工作怎么样啊 什么时候买房啊 没有人问 他们都问我 在大城市工作怎么样啊 找对象了吗 我说没找 但是我买房了 他们说完了 更找不着对象了 我跟你们说 有时候找男人 都不一定买我这套房子 有那种霸总的感觉 因为我现在每次看一眼 那个房价 我就感觉这个房子 在对我说 女人 这是你自找的 那个时候买房是那样 我刚觉得我买得起了 那个房价就涨一点 我觉得我又能买得起了 房价又涨一点 就我准备放弃的时候 21年 我发现房价不怎么涨了 我就说 知道等我了 漂泊这么多年 我就该有个家 买完以后发现 不光不涨 还开始跌了 我才反应过来 在这儿等我呢 我知道人要追逐梦想 我感觉我追得有点太快 在我最好的年纪 追上了最贵的房价 好浪漫啊 我跟房价顶峰相见了 就我那个房子跌的 我已经开始反思了 就是有没有可能 这些年我做脱口秀 搞副业赚的这些钱 本来就不应该属于我 就是前些年出去演出啊 录节目 真就出去交朋友了 我都害怕 我脱口秀搞得越好 我们小区的房价就越低 今年这都已经比四轮了 我真怕 我真走到总决赛 回去一看 家没了 我的房子 说是在广州 其实就是也挺郊区的 因为我妈一直以为 我是住在东站附近 过年来看我 才发现是住在东莞附近 而且我离佛山的机场 要比离广州的机场 要近很多 但我现在还是坚持 去广州的机场坐飞机 我觉得在外面 我辛苦一点可以 我不想让我广州的房子 在外面没有面子 就能听出来 我买房的要求其实不高 因为小的时候就经常搬家 就住过很多奇怪的地方 有一年我们家 就住在那个白石一条街上 学校也在那条街上 当时学习压力很大 我就过着 回家 上学 想死 三点一线的生活 而且那些店家 他们主业是做棺材的 副业是给我们 学校做客桌 我唯一庆幸的就是 他们的副业 不是给我们学校做校服 那个时候就很流行 在那个桌子上 贴一张明星的海报嘛 我每次都会在明星的海报 下面加一张钟馗 我就怕我的客桌 把我喜欢的明星给嗑死 所以我当时买房就一个要求 我希望有人气 那个中介就开始给我推荐一些 就是这个小区好 学校要在这盖 商场要在这盖 我买不起 我买了一个三高小区 就是高速要从这儿过 高铁要从这儿过 高价也要从这儿过 就是买不起人气 买点人流也可以 而且当时买的是七房 就是你给钱的时候 房子还没盖好 等房子的时候 我很焦虑 因为我特别害怕它烂尾 然后我就一直等等等 最后没有烂尾 它还提前一年交房了 我更焦虑了 就是那种两个半小时的考试 如果你提前一个小时交卷 老师都会劝你 不检查检查了吗 我当时也想问开发商 不检查检查了吗 就这样交给我了吗 交房的时候 已经把我装修的预算编没了 一开始我看的是什么 石木家具 后来看的是原木家具 真正装修研究的是这个极简封装修 我的一个小经验吧 就如果你要搞极简封装修 千万不能省钱 不然就会像我一样 把这个极简封搞成出租封 网上还让大家壁垒 什么租房不要租串串房 我直接装了一个串串房 就我现在每次回到自己房子的时候 一点归属感都没有 还是那种很熟悉的寄人篱下的感觉 而且住进来发现 这个房价越低 你邻居的脾气就越大 以前周末有人装修 还有人劝也劝 现在直接就在群里说 敲敲敲就知道敲 房价就是被你敲低的 还有邻居出来劝架 说大家别吵了 邻里关系不要搞得太僵 看我们小区现在的房价 我们还要做很久的邻居呢 于是就有一些邻居 开始跟租客撒气 说租客素质低 现在我们小区不光卖不出去了 也租不出去了 对 为了对抗房价下跌 我的邻居们还是做了挺多努力的 就前两天联名啊 要申请 我们小区要申请当学区房 对 原来我们不是学区房 我那天一进小区 就有一个人拿着一个表说 我们小区要申请当学区房 你同意吗 我说这么大的事 我同意就行吗 主要是那个学校它挺远的 我说这么远的学校 跟咱有什么关系呢 我邻居说 你别看这个学校远 但它是名校 我就邻居疯了 我那天感觉就好像 我上网看 大家就说 我有八个老公 你就在问这八个老公 跟你有什么关系 虽然没有关系 但他们都很优秀 我那天就是那种感觉 而且人真的不会吸取任何教训 现在网上都劝大家 就是买房要谨慎啊 什么什么的 我现在非常冲动 我现在就看 哪个小区跌得更惨 我想没有人买是吧 我再去买一套 对冲一下 就只有我刚谈恋爱的时候 都不敢告诉我男朋友 这个房子是我买的 我跟他说是我租的 他那天在我家的时候说 这个房子还可以啊 我们以后也要买 这么好的房子 我当时心想 你现在就可以把它买走 原你一个梦想 把我一个自由 谢谢二小慧 我适合 我适合 汪德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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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 大家好 我是汪德发 汪德发 汪德发 你们有没有发现 没有 没有发现 我很喜欢追随时尚 我觉得男人的外表 还挺重要的 挺重要的 上学的时候 大家都穿校服 我就要留那种 最硬的发型 大家见过吗 板寸 纯纯的直 纯纯的平 考试都是可以作弊的 不用带尺子 这也是90度吗 是90度啊 那会儿流行穿校服 穿得特别大 特别大 裤子得垮 对吧 那会儿记得吗 越垮越帅 Justin Bieber 坎耶 韦斯特 什么的 盲目 我就盲目跟风 我也是 越穿越垮 越穿越垮 穿到后门 我 摄像厕所起来 我都不再提的 我就 那会儿没有小某书啊 对吧 获取时尚的信息渠道 就特别少 只有时尚杂志 我那会儿就特别爱买过期的时尚杂志 穿的都是几年之前最流行的 穿的都是几年之前最流行的 现在我觉得好多了 对吧 很多渠道 OOTD 什么穿搭 有这种赛道 我现在最大的爱好 就是躺在床上 看别人 刷别人穿搭 自己也不穿 就看别人穿 特别享受 时尚很厉害 时尚很好 没有时尚解释不了的东西 对吧 穿的素了 Clean feet 穿的花了 混搭 买的大了 Oversize 买的小了 你得换啊 你得 退货啊 退货 谢谢 为了近距离的接触时尚潮流 我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 我去了时尚杂志 去实习 对 时尚杂志社 我觉得当时那 在我的认知里 就是潮流的顶端 奢靡 神秘 优雅 对吧 就像电影里一样 拿着香槟 Jessica Cheers 贴脸 我觉得太帅了 太帅 我去了 我当时我聘的是 这个叫主编助理 去的第一天 主编就问我说 王德发你有英文名吗 我说有 我叫Wonderful 那我叫Wonderful 他说 哦 How low啊 你叫Daniel吧 他直接把我名字给我改了 关键 哪也不挨哪 你们能理解吗 小学你去报道 你说老师 我叫小红 他说 你就叫小刚德了 关键 关键 有个问题 你的名字突然被改了 有时候你是反应不过来的 我坐主编旁边 主编在那喊呢 Dani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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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急了 我说Daniel 你在哪呢 起来啊 主编叫你呢 记不住 最开始的几天 我的工作很简单 我的工作就是去给主编买咖啡 他跟我说 你去楼下 帮我买一杯咖啡 我要一半的冰美式 加一半的热牛奶 真的 这是原话 我去咖啡店 我说你好 给我来一半的冰美式 加一半的热牛奶 服务员都惊了 说你是想要正常温度的拿铁 是吧 我当时就领悟到了 这就是时尚 对吧 你要把一个东西掰开了 揉得很碎 然后很细节 就很高级 我现在就天天说 I have a美式 I have a牛奶 一杯拿铁 但是我会保有这种习惯 我直到现在出去 我还会有这种习惯 我出去点餐我都是 我说你好 我想要猪后豚煎肉 切片反复煎炒 搭配少许青椒和碳水 服务员说 你想要回锅肉盖饭 我说对的 就很时尚 高级高级 时尚杂志社 最多的工作其实是什么 拍摄大片 大家知道吗 拍摄杂志的封面大片 对 我当时就觉得很帅 就是你们看 那些模特 明星 这些明星 他们平时都是这样 看表 其实就走那种步伐来回来 我的工作也很特别 我的工作就是上去 给他们卷裤脚 不要小看这个工作 卷裤脚 挺神圣的 我觉得 这多少也算个匠人 对吧 大家不可能 可能不太熟悉这个业务 卷裤脚 给明星和模特卷裤脚 第一步 就是跪下 主要给 蹲着给他卷 头别低 昂着头卷 显得很有气质 主编都急了 说卷我干嘛呀 这样到卷多了 你会享受这个过程 对吧 我都开始 功课更难的裤脚 卷那种喇叭裤 边卷边开始背 圆周率 3.1415 926 我开始这种 卷极了 模特都受不了了 说小兄弟慢点 我好像腿有点 不过血了 别卷了 别卷了 我好像看不见了 这什么呀 我当时啊 我当时工作特别有激情 对 我说我要成为 裤脚巨匠 我要成为地表最强 手卷裤脚 后来真的 给模特 我都 给他们都卷怕了 他们一来到偏长 我说来吧 开卷吧 他们说 今天拍内裤 拍了模特 还会拍明星 我第一个拍的明星 第一次拍的一个 最大的明星 郭富城 天王 Richie City 富城 对 富城 太棒了 我真的 我很激动 我太激动 我头天晚上 我都睡不着觉的 我想我第二天 我好好给他卷 对吧 郭富城 那可是 我太激动 我偷偷地卷 我再偷偷拔他一根 腿毛 珍藏起来 夹在书里面 我说你见过吗 天王的腿毛 我觉得特别开心 我都开始幻想了 对吧 我开始幻想了 郭富城 赏识我卷裤脚 说小伙子 卷得很好 卷得很好 非常的卷 我很喜欢 Wonderful 卷得太好了 上台他都跳舞 都不一样了 那不是什么 他说 对你 爱 爱 哇 炫一下裤脚 真的 我热爱裤脚 我和我的裤脚 我还带朋友去参观呢 朋友说 哇 他好帅啊 我说你别看他的脸 你看他的裤脚 直不直 是不是90度 像不像我上学时候 那个发型 后来啊 后来啊 卷太多裤脚了 真的 我会觉得 裤脚太多 是没有意义的 重复 来回来去 都开始 让我写周报了 写什么 我一天卷了 72个裤脚 太没有意义了 我跑到主编面前 我说主编 我说您以前最开始 是怎么卷裤脚的 他说我没卷过裤脚啊 我来了就是总监 对吧 我当时就对 时尚行业就去魅了 不干了 出来讲脱口秀 那是我第一份工作 但是我觉得 时尚行业 这个工作经历 让我会觉得 还是让我有敬畏之心 让我觉得时尚很重要 随时要保持 让自己很时尚 我觉得现在脱口秀 讲讲讲就有点单一了 对吧 全站在这 有点单一了 加入时尚的元素在里边 边走秀 边讲脱口秀 就那种多酷 我就往那里走 你们有没有发现 我是汪德发 谢谢 不行 太不贤 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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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沐晋云 我也没有想到 我今年能走到这一轮 所以今天真的想跟大家聊点 我真正在乎的 我有一个妈妈 我妈脾气特别火爆 我感觉她鼻子里出的气 是天然气 一点就着了 巧了 我爸行走的打火机 去年他俩结婚 四十周年那一天 我妈专门去烫了一个 世家模拟的同款卷发 还订了个包间 说全家人好好出去聚一下 走之前问了我爸一嘴 知道今天什么日子吗 我爸在旁边 知道呀 今儿咱车现号 结果那天 我爸跟车都没有出门 我们家以前是住一楼的 我爸常年喜欢待在 我家的地下室里 他说那里自由 我很常在那儿时还没回家 有一次刚进门 我妈说叫你爸吃饭 我正准备推开门 就我妈说 不用 静止走到客厅的正中央 吃饭 不到一会儿 我爸上来了 我都震惊了 我说哇 你俩这么默契啊 我上次看见一跺脚 就上来人的画面 还是在西游记里 可以怎么画 无封 其实我以前也不懂为啥 我妈看见我爸就那么火大 但慢慢跟我爸熟了以后啊 开始理解我妈了 我当初考大学的时候 我特别想学表演 我爸上来就说 你行了 你长这个样 你到那儿就淘汰 我跟我爸长一模一样 他说这话 说 就你还上电视 你要火了 咱家祖坟都要冒烟了 我爸说完这话 我这几年参加节目 屡遭淘汰 但我会在淘汰间自我安慰 我说没事 祖坟算是保住了 这段表演 虽然对不起观众 但对得起祖宗 我爸就这样 从来不给人提供什么情绪价值 我妈还得给他提供劳动价值 前段时间我爸还受伤了 事情是这样 有一天呢 我爸正骑着他的电动车 骑着骑着 突然看见路边站着我们村的郭大爷 我爸就毫不犹豫地 双手抱拳行李 然后车跑了 人倒了 我都服了 我说怎么会有人骑着骑着 大爷 比汪德发还冲向 不理解 我真不理解 就这样回到家 还这样的说 咋了 那可是长辈 你看见长辈 你不双手作业 让人笑话 我当时就笑了 其实我到今天 都不知道郭大爷是谁 我只知道 我爸腿上打了石膏 在家躺了两个月 我妈每天那么忙 还要抽空照顾他 他敬重的郭大爷 都没来看他一眼 所以真的 我感觉有时候 我跟我妈才是真的闺蜜 我觉得他老公配不上他 他也觉得我老公配不上我 但在外人看来 两对都是绝配 我爸他成天就是埋怨我妈 说我妈不够温柔 我说没有抽象的爸 哪来泼辣的妈 他说真的 就是我妈那个强势泼辣的性格 对我来说是个好事 我从小就被我妈保护得很好 尤其是我公公婆婆第一次来我家的那个场景 那天与其说是提亲 不如说是谈判 我婆婆公公刚坐下 就开始夸我 说我们一看她就是那种 又麻利又孝顺的好媳妇 我妈说 那是你们不了解她 我女儿 脾气差 性子急 懒得要死还才迷 我说妈 行了 我妈说咋了 这就把丑话说前面 这也太丑了呀 当时我一脸蒙 后来我才知道 这是我妈的谈判技巧 原来我结婚的嫁妆 就是一个下马威 但你别说 这招真的很管用 我现在确实不怎么做家务 我有时候躺在我家的沙发上 看着他们一家在忙里忙外 我都想 我妈才是真正的给家人谋福利 我早知道丑话这么有用 你别光说前面 你给中间和后边也留点 而且后来我结婚以后 我妈就搬到了新安 住在我的楼下 那都说什么 远亲不如近邻 但你又近亲又近邻的时候 有时候也尴尬 因为我们那个楼隔音很差 有一次半夜 我跟我老公吵架 我妈就突然上来 敲门一脸怒气 怎么了 我怎么听见你在哭 我说没有 她在哭 我妈 那我睡咯 最近我一直在上海比赛嘛 好像只有我妈能理解 我有多想孩子 就经常给我发一些 我女儿的小视频 但她说话又很冲 你点开那个视频里 不管我女儿在干嘛 我妈就拿个手机 突然怼在我妈脸上 来 头抬起来 让你妈妈看看 说 说你很想她 我女儿只能一脸惊恐地配合 我就知道 我爸又在我妈手上了 赶紧发视频过去 刚一接通 我女儿对着镜头 妈妈 你快回都 我妈就挂了 发过来一串语音 她很好 别担心 好好比赛 我点的是听筒模式 周围以为我开的扬声器 我妈就想从来都不会轻声细语地说话 所以我这种 我觉得我这种粗葫芦大嗓子 就随我妈了 而且现在我女儿跟我也越来越像 你看我妈 我 我女儿 三个不同姓氏的女人 反而是这个世界上关系最亲密的人 其实说真的 就从我比赛一开始就总有人说 不解 你这个性格 你在舞台上 不讨喜 我也很苦恼 但又改不了 我前两天回家 就跟我妈和我女儿抱怨这个事 妈说 都说我在台上感觉很凶 我咋改呀 她俩一口同心地对着我 你哪里凶 我就觉得啊 没必要了 做自己吧 谢谢大家 我是布九云 谢谢你们